主持人 主持人 局長揮動棋子 向大家宣告 販毒小英雄任務成功 感謝他們的付出 市府頒發證書鼓勵 許多家長一起見證 孩子的光榮時刻 在會場也透過紀錄短片 跟親友分享 他們六天五夜的宣傳乾苦 想說趕快騎完還很累 為什麼我覺得很累 因為熱 天氣太熱 然後下雨的時候又很悶 然後又下大雨 然後每天回去都要洗衣服還要用鞋子 結果那時候下雨天 然後視線不太清楚 然後我就沒有看清楚前面的路 就撞到電線桿 然後就跌倒 結果就腳受傷 就先被送回去飯店 那你有放棄嗎 沒有 本來想放棄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來環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繼續努力 因為在花東的地方非常熱 很熱 熱到時候他們會受不了 他們會大喊大叫 可是他們堅持騎到最後 對 是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 這次環島行 有許多學長回來家住 跟大家一起努力 而在行程的路上 遇到刮風下雨 孩子們還是咬指牙拼命棋 不只得克服天空 還得突破心理障礙 走進人群發傳單 來執行反讀宣討政務 對於這群孩子而言 身心備受考驗 覺得害羞不敢跟他講 會先推別人去 然後後來就一起去 再來就自己一個人去 然後就發了很多 我突然就是不知道說 這個文宣發下去有沒有什麼幫 可是搞不好 就是剛好裡面有一個人 可能他就有接觸過毒品 或是他身邊就即將接觸毒品的環境 然後他拿到這個 可能就是讓他可以突然想到 或是突然有警惕這樣 受到颱風影響 一行人提前兩天返回 旅程多了份遺憾 不過當中的收穫收不盡 在大家的眼中 他們曾是一群迷途的孩子 如今變成反毒小英雄 社會給了迷途羔羊 將走回正途的機會 小英雄以雙鐵環島 宣傳回回社會 將反毒的種子 結合子絕花精神 散播全台灣 一級反毒 這種連假話台中採訪到